我们在看别人的视频的时候 经常对里面的转场很感兴趣 一些酷炫的转场 而自己做转场则是比较生硬的 画面硬切过来 或者是只能用PR里一些简单的自带的一些转场 比如溶解转场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将别人制作好的转场效果 使用在自己的视频里面 让自己的视频更加好看一点 现在五段视频素材已经放到了时间轴上 先显取第一段和第二段素材的连接处 这里是连接处 向后移动10帧 7段 向前移动20帧 7段 把这两段7段的视频 做一个嵌套 然后选取 效果栏里面的转场特效 放到上面 我们看一下 好 第一段做完了 再选取第二段和第三段中间的连接处 下后移动10帧 下后移动10帧 7段 向前移动20帧 7段 把特效 把特效放到 然后把他做个嵌套 再把特效 再把特效放到前套上 再看一下 好 第三段和第四段视频连接处 下后移动10帧 7段 7段 向前移动20帧 7段 7段 走到前套 把特效 把特效放到前套上 把特效放到前套上 看一下 最后一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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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场 向后移动10帧 向前移动20帧 切断 打个线套 转场特效预设 放在这边 看一眼 OK J5段 转场 就做好了 我看一下 好 这个转场特效 一共是50个效果 我会把这个转场特效 用百度网盘的形式 做个链接 放到视频下方 如果有喜欢的 可以去下载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评论 订阅 转发 这个教学视频 就做到这里 各位再见 谢谢 谢谢